抗日战争,日军帽子上两片布有啥子用处? 看过抗战图片或影像的朋友,会发现日本军的军帽后面有两片锤布, 类似我们平时看到的小孩屁脸儿,这是做什么的呢? 其实,关于锤布,已有多种说法, 所以我们集中了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说法整理如下,供大家参考。 这两片布片,正规的名字叫军帽锤布,有时也简称帽锤, 对这种东西的用途有几种说法。 一是说这座制式源于法国军队,主要用途是为了遮阳和防止蚊虫等钉脚, 据说,这种军帽最先是法国在北非军团中使用的, 因北非地处沙漠地带,为了防止兵士被阳光暴晒而灼伤皮肤, 而在后颈处夹了布片,这布片同时还可以防止蚊,纹的钉脚。 近代日军组建于明治时期,最早效仿的即是法国军队的服装样式, 因此,这种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。 二是说为了防止战场上的炮阵,为了防止不炮兵或专业炮兵战斗时耳朵对炮火发射的声响阵笼, 同时也为了减弱对方炮声,这种说法是很牵强。 三是说原自日军传统做法,日本古代士兵出征时,有带阵力的习惯, 陈力,及士兵作战时代的斗力,后有不连,这种说法认为,这即是日本军锤的渊源。 四是说原自天皇的户友,据有关资料,日军最早配发冒锤, 是在明治三十二年,公元一八九九年,当年七月七日天皇颁布斥令, 向占领台湾的日军配发军冒锤补,用于遮阳防暑降温。 后来,这不调被视为顾身符,更被宣传为天皇对每个士兵的恩赐, 两块布分别是八红异语和四海一体。 这是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, 亦为天下一家,这种说法作为古武士气倒还说得过去, 如作为人员,似乎演义的成分过多。 钢轨,日语叫做铁帽,是清华日军普遍配备的防护装备, 我们今天看电影,鬼子如果不是戴着屁连式的战斗帽, 就是戴着钢盔,几乎成为标准形象了。 日本军事后勤研究专家清木孝志, 通过研究日军的钢盔,专门写了一本书, 叫《陆军铁帽物语》。 日军战斗帽后面那个屁连尔, 有人说那个屁连尔, 是用来防中国大刀队砍脑袋的。 清木的研究结果表明, 这属于谣传, 真正的作用是为了防晒, 分成几片又可以通风, 虽然寒纯, 却是不错的设计。 日军的部队最初是戴钢盔, 虽然威风, 却给他带来过不止一次的烦恼, 日军使用钢盔的第一次战争, 是什么时候? 清木告诉我们, 是918事变, 日军装备钢盔, 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, 他欧洲关战的五官的报告, 此后有装备而一直没有使用。 918事变的时候, 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, 日军的钢盔基本没有派上什么用场, 真正用上, 是在黑龙江和马沾山将军所部的作战。 钢盔也的确减少了日军的伤亡, 马沾山坚守昂昂西之战中, 日军在抢救伤员, 可以看到他们佩戴的钢盔。 但是, 日军很快就发现制式的钢盔, 存在相当大的问题, 那就是钢盔的李称太宝, 在黑龙江寒冷的天际里, 日冰出汗以后如果不加处理, 很快脑袋就会和钢盔动在一起, 危险而又好笑, 强行摘取, 无意中会连皮肉扯下, 而最初日军对这种古怪的情况又不会处理, 用暖水浇钢盔进行救护, 结果造成被冻结的头皮直接剥离, 日冰形容素赢的时候, 经常听到头背和钢盔动在一起的新兵摘钢盔时, 发出阵阵哀嚎,攻占齐齐哈尔, 日军阵亡三百余人, 因为动伤减软感, 却几乎达到两千, 其中不少就是这种钢盔头伤,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 日军士兵自发想办法, 在钢盔里垫上纱布或者棉布, 虽然样子不好看, 但是解决了动伤的问题, 也解决装备钢盔后, 给日军造成的第一个大问题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